他无法想象,要什么样的力量竟然连自曝都能阻止 但这一刻,他已彻底为唐杰的通天手段所震撼 下一刻,黑洞化作无尽绞杀之力将老龙彻底射入 宛如磨盘一般,将这老龙一点点的绞碎,碾压 饶使老龙生命力强韧,在黑洞磨盘里,也只是换来无尽痛苦的嚎叫 不过唐杰也不好过,为了节省天道领域 他的天道领域只制定了最简单的几条法则 大部分威能还是依靠自身手段 这使得他的天道领域付出相对较小,而自身力量付出相对增多 于是,双方对号的过程里,唐杰也在不断消耗着力量 可以说这一刻,双方都是在以命相拼 只是这种相拼注定了唐杰是赢家 毕竟,对于唐杰而言,他所需要考虑的只是付出多少成本来获得胜利 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增强天道领域的力量,甚至获得直接的胜果 而老龙唯一能选择的却只是让唐杰付出多少 似是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感受到黑洞中那无穷无尽的绞杀之力 还有那充斥着崇高力量,仿佛天道重压的感觉 老龙已经意识到自己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刻 他突然呵呵一笑,低声道 哼,人妖之争,绵延万载,今日他胜,明日我亡,终不过是天道运转下的必然罢了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唐杰,唐杰想了想,回道 唐杰,唐杰,老龙尼拿了几声这个名字突然长笑道 无奈无上真仙,纵横千界,逍遥万事 乃海族之主,神远之尊 就算是死,也当死得顶天立地 更令那杀我者付出惨重的代价 随着他的说话,唐杰历史感到一阵巨大的能量波动 初始他还以为是老龙又想自爆 随即却发现不是 而是老龙正在放开所有防御 任由唐杰的绞杀之力入侵自己 放开防御的老龙 绞杀之力只一下便将老龙绞成了积粉 巨大的黑洞能量下就连复生都做不到 但就在那时,唐杰却察觉到一丝不对 一股强烈的烧肘感从他体内升起 从内而外的喷波而出 几乎将他整个点燃 唐杰大叫着跌飞出去 黑洞消失无踪 唯有他身上出现了一片不灭火焰 永恒之言 该死 墨月在烈火中 唐杰发出愤怒的嘀吼 他终于知道老龙干了什么 宾死时刻 这条老龙绝此反击 竟是将永恒之言引到了他的身上 永恒之言 是一种极为麻烦的火焰 它最可怕的不是威力 而是难缠 一旦沾身 便极难消除 老龙就是被这种火焰缠身 导致痛苦不堪 始终无法摆脱 此刻 唐杰连食几种方法 都无法解除永恒之言 就连逆火焰也不能将其吸收 而永恒之言带来的痛苦 却已令他感到难以承受 不过这种手段对唐杰而言 却终非无法 只要开启天道领域 他就是天道 所有的一切皆随其意志 就算永恒之言也能消除 只是一想到 为了对付北海冰龙皇 竟然连续两次开启天道领域 现在甚至还要第三次开启 唐杰历史感觉自己亏大了 只觉得一阵牙疼 不过 就在他要开启时 脑海中突然转过一个念头 能不能让火娃吸收这火焰呢 北海冰龙皇曾向黑夜老祖求取五行 本源生命来驱除永恒之言 但这并不意味着单凭火娃就解决不了问题 要知道 北海冰龙皇也没接触过五行本源生命 他对五行本源生命能力的理解 只存在于那些古老相传的传说中 或者是一些典籍中 这种情况下 有所差别也是在所难免 退一万步讲 就算仅凭火娃解决不了永恒之言 自己不是还有天道领域吗 若是两者结合又会如何呢 想到这儿 唐杰脑海中 胜出无数可能 只是这想法 让唐杰放弃了驱除永恒之言 收起那破碎的冰龙之尸 唐杰带着一身的火焰 向着远处飘去 远处战场上 滔天海浪组成的水墙 有如铜枪铁壁 阻挡了四大妖神 带领下的海族攻击 先阵威能 在此刻彰显无疑 即便是妖神 也无法突破 如果不是还有能量 这个缺陷的话 来自海族的攻击 飞快消耗着五星本源能量 如果不是孤舍仙子的 及时感到 或许已经无法支撑 然而孤舍仙子 也无法让失去的能量回反 只能让本源能量 流逝的速度稍减 这使得五星本源生命 在坚持过一段时间后 再次变得艰难起来 五个新出炉的小生命 甚至已经发出 哇哇的啼哭声 空气中隐隐回荡出 我不行了 宝宝快撑不住了 之类的话 这声音漂浮在空气中 回荡在灵魂里 仿佛射魂魔音一般 刺激的四大妖神 一起头痛欲裂 就连孤舍仙子都皱紧了眉头 吵死人了 不过他也知道 这是五星本源生命 在最后力量的激发 也是翻江倒海大仙阵 阵法威能的展现 同时也意味着 他们的确支撑不了太久 他们快顶不住了 一名妖神喊道 伴随着喊声 是更加狂野的攻击席卷而来 哼 是吗 就在这时 一个阴森冷酷的声音传来 下一刻 通体燃烧着不灭火焰的唐杰 已自虚空中踏出 一步来到一名妖神的身后 探爪出击 将那妖神整个洞穿 恐怖的力量 如天神降临般席卷全场 朕的群妖胆战 这 怎么可能 四大妖神 意气震撼地看着唐杰 从未有一刻 有那么一个人类 带给他们如此巨大的压力 就连先前赶到的那位帝仙也做不到 却在一个出窍期的修者上出现了 完全不考虑对方的感受 唐杰以蛮横不讲理的姿态闯入战场 然后 以最凶暴的手段 直接将一名妖神撕裂 尽管那妖神下一刻就重聚复生 但那一刻生命被撕裂的痛苦 还有唐杰强横的姿态 却给这妖神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以至于 在望向唐杰的一刻 他心中的战力感骤然放大 就连出手攻击的力量都为之弱了几分 面对着雷热的攻击 唐杰脸上现出不屑之色 用点力气 张王嘛 猎院席卷下 这一尊通体燃烧着不灭之焰的巨人 已再度向这四名妖神挥出巨掌 带着永恒之言的攻击 就算是妖神也不敢应接 否则一个不小心引火上身 被永恒之言附着才倒霉呢 先前那妖神之所以如此容易 就被唐杰一击杀死 就是因为他把所有力量 都用在了防备永恒之言上 为了不被永恒之言附体 那妖神情愿被击杀一次 所有身体归于本源 在异地重聚 从而躲过永恒之言 否则一旦被永恒之言附着 那栖息于神魂层面的火焰 足以让所有的妖神都愈先愈死 眼看着火焰巨人的大手拍下 四大妖神一起出手还击 踏海灭阳 千浪震月 五将摘星手 四海通天泉 海族妖神 一身神通多于水有关 故出手时 也是翻江倒海 乘风破浪之事 四个妖神同时出击 其威能之强 更是将整个海平面 都凭空抬升了千米 远远望去 就见漫天空中 海水翻腾 仿佛海洋才是天空 然而肆虐的海浪 却吸不灭那永恒的火焰 燃烧着熊熊火焰的巨人 挥舞着巨长拍来 火焰与海水冲撞 激扬出 蒸腾的白雾 借助于这不灭的火焰 唐杰仙田 就将四妖神的攻击削弱了几分 当然了 仅是这样 还不足以让他挡住四个妖神的联手 不管怎么说 这也是妖神 但唐杰不是孤单一人作战 翻江倒海阵依然在发挥作用 孤舍仙子也同样浮出一片片呼啸的风卷 这些风卷看似轻柔 内中蕴藏的却是恐怖的空间之力 可将经过的一切 尽皆绞碎 借助于孤舍仙子与阵法之助 唐杰肆无忌惮地鼓动着自己的力量 就见天空中到处都是火焰巨人狂放的笑声 突然 一名妖神被唐杰一把抓在手心中 尽管那妖神的攻击也打在唐杰的身上 但唐杰却若无其事地受了一下 宁笑着看向对方 死吧 用力地一捏 就要将那妖神捏碎 那妖神脑后生出一个巨大的黑影 却是一只硕大无棚的金沙 咆哮着对着唐杰一口咬下 该死的是你 天海事 唐杰反手一拳 拳影与沙影相撞 一阵强烈的冲击波汹涌展开 那妖神以借机摆脱唐杰的手掌 向后退去 哪里走 唐杰咆哮一声 再度向那妖神轰出一拳 碎星拳 这来自战皇屠戮的第十三机 威力绝霸强横 带着熊熊不灭的火焰轰在妖神身上 那妖神被轰了个正着 当场惨叫一声死去 等到涅槃重生时 骇然发现 自己身上竟已出现了点点火焰 永恒之火 那妖神惊骇大叫 自己竟被附上了永恒之火 哈哈哈哈 别担心 反正你总是要死的 唐杰大笑着再度压下 高达千万吨级的力量拍下 就像是拍只蚊子般将那妖神一巴掌拍飞 这惊世骇俗的力量 看着三个妖神一起胆寒 终于意识到眼前的对手不好惹 就连孤舍仙子看得心惊 心想 此子竟是比之前又强大了许多 如果北海兵龙皇没死 他们或许还会死战到底 但现在形势不妙 力声退役 反正大家都已是神级存在 天大地大哪里去不得 何必非要死守在这神缘界这地方呢 这些妖物毫无人类保驾卫国之心 一遇困境 首先想的就是逃跑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 明知七侠界杀过来 还有内斗的缘故 从一开始 他们就没有保疆卫国死战的念头 此刻见识不妙 四妖同时向四个方向飞去 想跑 看出他们的心思 孤舍仙子冷笑一声 身形一闪 已向着一名妖神追去 天涯海阁 素来以速度著称 精通空间之道 在他们面前逃跑 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不过孤舍仙子只能对付一人 剩下三个妖神却不好阻拦 翻江倒海阵立手不立功 四大妖神要冲破它是很牛 现在要跑了便立时抓虾 唐杰也无奈 只能收了五行本源生命 在经过一场大战后 五行本源生命消耗中毒 一起收回便一起进入沉睡状态 唐杰无法借用雪娃娃的水盾之力 只能亲身对着一名妖神追去 至于剩下的两个 他也顾不得了 但是他顾不得 却不代表这两个家伙 能够轻易逃走 天空中两道光影 正在向这里赶来 分别影响了个逃走的妖神 滚开 一名本体是巨型八爪鱼的妖神 呼啸出千百条触手 同时缠向自己的对手 让老夫滚 好大的口气 天空中已传来 黄无极低沉的赤鹤 随着两天尺 扬起一片玉光 神缘界内妖神虽然众多 但是有一个巨大的缺陷 就是少有神针 妖族与人类不同 天生缺乏创造力 就算是开智了 也依然是受天意 先天野性的影响 创造力低下 更缺乏族群智慧 故缺乏创造 少神针宝物 神缘界人类几近灭亡后 界内就再无创造能力 这一点比之青云血河等都差了太远 没有强敌还没关系 一旦强敌出现 缺乏宝物的差距便历史体现 无论唐杰 孤舍仙子还是环无极 哪一个不是手中宝物多多 此刻一惊记起 就见宝光千重 神威万丈 那八爪妖神的漫天触手 在梁天尺神光之下 竟再不能前进半步 黄无极的梁天尺 没头没脑地打将下来 梁天尺倒在空间 以一尺之长可梁天地无限 内运无尽空间神运 故其特点就相当于是无视距离的攻击 此刻黄无极挥着梁天尺打去 左一下右一下 也不见他怎么动作 那八爪章鱼却就是躲不过 被一尺尺打得皮开肉绽 甚至于连开护罩都没用 梁天尺直接穿过护罩 出现在罩内继续攻击 只有不灭金身之类的护体神通 方能对其有用 这还不算 梁天尺是伪盗兵 无视空间只是他的盗兵特性 其本体作为一剪神针 亦有他自己的作用 磁宝本体原是猎云尺 云者飘渺之物也 意志此尺拥有洞虚之能 故可对神魂造成一定影响 所以当磁宝落在那八爪妖神身上时 不仅肉身受的黄无极神通法力的影响 就连神魂都受到鞭策 总算神针级的鞭斥之威 以他妖神之身还是能承受的 但是能承受归能承受 问题是 这么不间断的打来 就算是细如文盈的攻击 最后也能让他垮掉 那妖神怒吼一声抽身欲退 黄无极哼的一声 哼 厚吐无量 八爪妖神就觉得空气陡然一皱 自己在空气中飞行 便如在泥土中一般 受尽无数阻碍 连速度都奇满无比 黄无极没有孤舍仙子那般的速度 但是他却极为擅长限制别人的速度 将对手的速度拉到和自己同一水平线上 再利用自己丰富的经验打败对手 正是他一贯的拿手好戏 另一边 最后的妖神还在飞奔 这是一只海归妖神 虽然是海归成妖 他的速度可半点不慢 四爪在云层中那么一挥 整个天地便都被他甩到了后方 就这么飞快地爬行于天空中 正在他以为要突然在一大难之际 远处天空一个人影 向着他缓步走来 归妖先是心中一脸 等看清后悬又冷笑 我还以为是谁来阻我 却原来是一具傀儡 此刻走来的竟是一具傀儡 就见傀儡身上闪烁着暗金色泽 深周时不时的还有星点闪动 石雕的面孔没有半点表情 就这么踏空而来影响归妖 归妖知其非凡物 却全不在意 反倒是眼中献出一丝叹懒 云母精进天寻石 雷文木 这老龟倒是个有见识的 一眼就看出傀儡身上用的好几种材料 一是宁笑着对傀儡抓去 说了你 这些宝贝就都是我的了 云母战魁也不动弹 眼看着老龟的爪子递过来 他抬起右掌对准龟爪 就见那手掌中 一盘旋出一个洞口 从洞口中涌现出一丝白光 赤裂如火 狂暴如雷 汹涌四海 湍急若九天奔腾之列马 就这般射出 正轰在那龟爪之上 裂一榜